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我一词是富费的事 他专讨了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发展 在我们最近发报的报告表示 金兰的经营环境将进一步令房地产商两制分化 可否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对 大家都留意到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呢 其实房地产行业的整个销售的态势 是比起去年来说是有一定的趋缓的趋势 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 2013年是一个非常强劲的销售 非常畅旺的一年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的是 一些从运营环境方面可能是更加艰难 特别是对一些中小型的房地产开发商 可能他们的销售前景 甚至于我们其实对这个全年的这个房价的这个展望呢 都是觉得是有一下调的压力的 所以呢我们觉得对一些小型发展商呢 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另外从融资环境来讲呢也是同样的情况 虽然大型发展商呢在境内境外的融资渠道 都应当是持续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一些小型发展商呢 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要依靠这个影子银行 那么在接下去的问题我都还会继续详述 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我们觉得 今年从信用质量来说 大的开发商和小的开发商 还是会持续呈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 然后大的开发商呢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去整合这个市场 然后去收购兼并一些小的开发商 未来下12个月你对销量和房价放商的预测会是怎么样 我们标普呢就是也最近是就是微调了一下 我们对今年整个行业的基本假设 那么我们是在销售价格方面呢是调整成为了一个 全年的下调5%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主要是基于呢我们觉得2013年整体的这个房价上升呢 是非常的迅猛的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呢 是上升了11.5% 那么有些一线城市呢大家都知道也上升了超过20% 我们觉得这种高速的升幅呢 就是说是一个不太可持续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年整个的售价呢会面临一定的调整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大家也留意到 这个从很多城市的库存量 还有我们就是了解到的就从地产商的那里 就知道有很多的新推盘 也是就下半年会有很高的这么一个量的释放 所以从这个情况呢也是会 就是说对房价产生一定的下压的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受评级的一些开发商呢 大概50家 他们其实也大部分都是设定了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增长的全年目标的 那其实去年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了 今年再有一个很接近的增长 所以呢我们认为他们其实就是到了就是逐境到年中的话呢 如果销售还是比较疲弱的话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开发商有这个下调价格 去把以价换量的这么一个做法吧 那么基于这个房价要是有一定的调整的话呢 我们觉得对这个销售量的回暖呢 是会有一定的支持作用的 所以从全年来看呢我们觉得就是是有一个销售量的微增 然后售价的下降 那么总体来说我们觉得行业的销售会是一个轻微上涨5%的一个态势 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账荒跟以前叫什么变化 融资的情况呢今年肯定也是没有去年那么那么理想 从境内来讲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其实就是很多商业银行呢 是对一些中小开发商是非常谨慎的 那么也是就是有高度选择性的吧 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一些大的开发商呢 在这方面是具有优势的 从成本到获取融资的这个能力 那么小的开发商呢现在就是越来越没有什么选择的 去依靠这个影子银行 有很多这种信托贷款呀委托贷款呀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融资呢我们也知道它的融资成本基本上是比较高的 而且现在监管机构呢也对这个影子银行呢 有一些就是趋紧的监管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这个这些这类的融资是不是可持续 将来这些开发商如果需要融资和再融资的时候 是不是能拿到这些融资呢我们都觉得是一个 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在这里的 那么从境外融资的情况来说呢我们仍然觉得 这些大的开发商有一些好的过往记录的 那么他们仍然可以就是在合理的成本情况下 获取这个海外债券融资的这么一些一些发行的机会吧 那中国房地产商的贫质展望会是怎么样 我们大概一共有贫不到50家的这个中资房地产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呢就是说他们是在这个行业里大部分是处于龙头 然后有一些中大型企业在里面 那从2013年的销售来看呢这50家公司呢是一共占到市场的25%的份额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还是代表的是可能行业里比较好的一类公司 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今年呢是会就是整体的销售呢是有一定挑战 但是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基本满意的一个表现 那么从融资来说呢我们觉得大部分公司呢也还是 就是处在一个可控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评级展望呢主要还是依据这些公司 他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和弱势 有些公司可能过于激进的扩张啊或者是就是说杠杆率太高 那么他们的评级仍然有下调的压力 那有些公司就是说如果它表现比较平稳 执行力也很强 那么我们觉得今天的展望仍然是稳定的 谢谢Ben 好谢谢Bernice 也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